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社会部门 公部门 跟整个经济部门 大家一起协同合作 这样的结果 或者也有人把它叫做 all of society approach 就是全社会都投入 或者用一个成语叫同舟一命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没有办法分开看待 今天更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全社会一直投入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模式来做的 举例来讲 像戴口罩这件事情 它就并不是因为政府先说要戴口罩 而是因为30岁以上的人都有SARS的记忆 所以知道口罩是有用的 但是又因为有了SARS的记忆 知道说如果戴口罩不洗手 那可能也没什么用 所以戴口罩要跟勤洗手连在一起 这个在一开始其实是民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当然政府也有作用 因为我们要确保大家都能够很便宜的 容易的取得口罩 所以才有了实名制等等的规划 但是在实名制推出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因为大家都有要买口罩来保护自己 这样子的一种想法了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投入 那到后来好比讲说便利商店 也愿意加入本来只有药局的口罩实名制 而且还愿意什么拿铁买衣送衣 什么送矿泉水什么之类 等于是用经济部门的力量 来让大家不但可以一顶口罩 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提振经济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概念 所以可以说是不分特别的部门 到底是谁来强调口罩的重要性都无所谓 只要大家都能够分享这个讯息说 戴口罩前洗手 为什么要戴口罩 是因为要让自己记得洗手 不要让没有用肥皂洗过的时候碰到自己的脸 或者是按照卫福部那一支总裁的讲法 不要吓到吃手时候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讯息 那同样的并不是哪一个部门特定发起或者主导 但是我觉得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来看 行政部门扮演的角色比民众扮演的角色 我觉得影响力也大一点 然后民众是很 比如说民众是经常被 经常骑游有点被动的 被动的那个阻态 因为行政部门那里有权力大 它的那个工作量也大 它的影响力也大 那我想问 是这样觉得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有一阵子甚至行政部门曾经说过说 在通风良好的捷运上未必需要戴口罩等等 在很早的时候 因为当时觉得口罩可能不够用 那但是民间完全没有理我们 还是继续戴口罩 所以很快我们就改口说 那我们只好全力促进那个口罩的生产 来确保说每个人都有医疗口罩可以戴 那这个一个小小的例子 就可以证明说 假设行政部门那么具有权威性的话 那大家应该要很听话 在捷运上都不戴口罩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大家反而变本加厉的要戴口罩 了解到说这个口罩的重要性 比当时政府所说的要来的强 不过我们也很公平的讲 不到48小时 那我们政府这边也撤回了之前的那个观点 然后也变成说那还是要戴一下 嗯嗯嗯嗯嗯嗯 政委是 我看那个已经跟政委有关事的 还有那个我们已经 以前也采访过 那个跟政委一起互动过的 做那个网络上口罩地图的 那江明宗 是 不 吴江伟 吴江伟 对对对对 那我们的印象是他们怎么说呢 在台湾 呃 虽然刚才像你说的那个民间也有力量 他们也想做一些事情更先于那个社会 但是 呃 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可能呢 我们那个日本或者其他国家也会有 但是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利用他们的理念 对啊 来推行 对啊 嗯 这一点是台湾是什么呢 其实在台湾我们一向就有一种概念 就是当民间自己去量测 好比像说空气品质 DM2.5 那环保署呢 有一阵子只有不到一百个量测站 但是民间已经有上千个叫做空气盒子 那这个时候呢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一向都是采取叫做打不过就加入 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因为民间 你想想 如果你旁边的学校都有空气感测器 虽然它的品质准确度 可能没有环保署的那八十几个观测站来的好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因为它离你近 而且是你认识的人 可能你的小孩的学校 你还是会比较相信它 而比较不相信离你比较远的那个中央政府 所设置的观测站 所以当这种情况形成的时候 我们就透过一个叫民生公共物联网 这样的计划 等于是打不过马 那就加入我们实际去用民间的那种设计 也去问民间说 那你们这种微型感测器 有没有哪些地方你们想要 但是却没有办法设立 好比像说在工业区里面 我想一个小学老师不太可能 跑去工业区里面设感测器 但是路灯是工家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说 那我们协调市政府 让路灯上面去量 就是空气品质 那这个就是很好的是由社会部门设定 怎么样才是常规 那由工部门来扩大增幅这个常规 那最后经济部门来配合延展这个常规 那这个又是一个很成功的协力关系 所以可以说是不管是这个地图的开发 或者是它的普及都有赖于之前跟社会部门合作 不管是民生公共物联网也不只是空气 也包含水品质 包含地震 包含灾害的防救灾等等 这些都已经有深厚的互信 那是在这个互信的基础上面开发的 这个在日本大地震的时候也是有的 Cover Japan就是那个时候取得了很多地方政府的互信 那也是那个时候发明的 我们看那个台湾的防御组是有一种印象 不知道这个印象是对不对 请说 但是其实有些人也跟我讨论 是那个台湾和那个中国大陆 是那个在世界上 就说那个成功 一节反应的一个两个地方 对了 虽然说方式完全不同 那结果都还不错 是 是 是 那首先您看那个大陆的那个反应方式是怎么看的 怎么评价 不过我想在武汉 为什么他们会需要采取封城的这个方式 追根究底可能就是李文亮医师的讯息 虽然有接触到台湾 事实上可以说李文亮医师救了台湾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他的讯息被我们的疾管署的朋友在PTT上看到了 那所以立刻就开始登记检查 而且立刻就开始 即使在我们有第一个案例之前就设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那这些如果不是李文亮医师的讯息被台湾人看到的话 其实都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李文亮医师的讯息并没有传递到武汉的大众 那当然中间有很多言论自由方面的一些因素 那导致说 那他们还是举办了像万家宴那样子的非常大的活动 那所以到最后以至于好像不得不采取比较激烈的像封城这样子的一种手段 所以可以说是我想没有人会故意让其他人染病 所以如果一开始这个我们叫追效者或者是言论自由得以确保的话 我相信比较不那么严厉的手段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成功 但是就是因为一开始这个讯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传递出去 所以他不得不施使用比较严厉的手段 那在台湾的情况我们之前也有过这样子的经验 2003年整个和平医院在封院的时候也是类似就是很激烈 而且也不知道要放多久的那样子的手段 所以但是正因为我们之前有那样子的经验 这有点像一个抗体一样的 就是我们30岁以上的牧民都记得说当时那样子激烈的手段 带来了多么不好的后果 所以这次我们要用尽一切方式在没有破坏宪法架构 不去宣告什么经济状态也没有去封城的情况下 用民主而比较和化的方式来达成一样的防疫效果 那这个就是透过像边境检查等等的这种方式来达到 所以我想世界各国在这次有过经验之后 可能也会类似我们在2004年就是SARS之后提出检讨那样 去想说那如果再下一波可能SARS3.0 如果这一波叫做2.0的话 现在可能已经到2.2 2.3 beta了 那再问我就是下一波3.0来的时候 能不能也透过不要副作用那么大的方式来进行防疫 刚才你说到中国和台湾的反应方式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没有东城 对对对对 但是对我们看来比如说那个台湾 嗯 台湾的反应作是离边不是全部 台湾反应作是离边 嘛 我首先说那个台湾政府的 台湾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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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那个台湾的反应是民主反应 跟那个大陆的不太一样 跟别的那个危险国都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没有进入紧急状态 嗯 就是宪法还是照常运作 我们做的事情都必须要立法委员先同意 而且之后可以监督等等 嗯 虽然我们宪法也有紧急状态的这种设置 但是这次并没有使用 明白 那他们说民主也在呢 一定要通过那个立法院 所以才能去行 这一定是也不但他们叫做民主 那他们有理由 不好意思 我刚刚没有听到你说的话 因为 自己 我的问题是呢 台湾的很多政治家 这些是我们 这些是国民采访的政治家 他们都说那个台湾民主 台湾的反应是民主 它的特点是民主反应 那到底是民主在什么地方 你们对着呢 怎么看 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民主的政体 那是由民意所选出来的机关 也就是立法院的委员 在代议政治的体系底下 去制定法律编制预算 并且提供像直询啊 公听会啊等等的场合 要行政部门给出交代 那如果是紧急事态的话 那就是行政部门觉得什么 有必要就立刻去做了 做完之后等整个结束了 再来给出交代 这是紧急事态的意思嘛 那但是我们因为从来在这一次 就没有进入紧急事态 所以我们就是保持在 本来民主政体的架构下 这是我对这个字的理解 我们看看那个台湾个别的措施 是给人的印象 给我的印象 是 比如说那个收集 以那个什么手机的信号 对了 电子维力 对 对 然后直接上也有很多那个监管区 监管医 对 对 不过这些从硬体设备上来讲 都不是疫情最后才有的 对 疫情前都有 是 我的问题是那个疫情之前都有了 对啊 但是现在也是那个 台湾的行政部门 利用那些机器 还说的那个个子 但本来也都有收集 我要强调的是说 像您刚刚提到电子维力 其实如果你在台湾有遇上地震的话 你的手机会在地震前 现在可能10秒左右 收到简讯 这个是绝对疫情前就有的 因为它是民生公共物理网的一部分 但是呢 同样的技术也可以用来 好比像说有大洪水 像台风的时候 请某个区域的人赶快紧急撤离 也就是对于一个大的范围里面 精确度不是很高 因为是用基地台的讯号定位 大概50米左右吧 的这样子一个范围 去进行就是简讯 SMS的投放 这个是早就有的技术 而且也是在电信业者端去执行的 那我们这次当然是 它的本来的设计的目的 是寄简讯给这个人 但是把它加了一个参数 变成如果你是在检疫期间 就是离开那个范围的话 它不只寄简讯给你 也会寄简讯给当地的 可能包含就是离干事啊 或者是卫生局的朋友啊 或者如果你是已经有确诊 或者是有确诊的可能的话 就是在隔离的情况的话 那说不定也会给警察嘛 那所以可以说是 它的参数上面 把这个资料的应用 去给了不同的人 就是不同的人 会收到简讯 但是你从资料的搜集来看 并没有资料额外的被搜集 同样的还是 你的手机的大略位置 被你的电信上搜集 并没有超过这个的搜集 那对你看来 民众是那个台湾行政部门 收集他们的个资 虽然是那个行政部门 是既在用于那个反应 反应目的上 但是有一些人会认为 他会那个挪用 或者他竟然那个收集 他们自己的那个个资 那如果他把比如说 比如说 借给或者 比如说借给那个保险公司 他会知道 他所有的那个行动的 行动的记录 还有他会知道 他之前的那个医疗 看医生的记录 等等等等 那台湾行政部门是 对于这些民众的担忧 担忧是一定会存在的 不想从我们全民健康 全民健保 就是出现的时候 这个担忧就不断的存在了 因为全民健康保险 是一个你没有办法退出的保险 只要是台湾人 甚至来台湾工作的移工 又是得保险 那保险为了要给付 所以你看诊 在什么地方看看了什么诊断 因为他要收保险的那个给付的关系 所以无论如何这个资料 一定都会被健保署搜集的 你在刷健保卡的时候 你在几分几秒刷这个健保卡 一定会被搜集的 所以这个讨论可以说是 在2003年就是SARS的时候 当时健保卡正在从纸本变成晶片卡 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已经是有了 对 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对 我的问题是 台湾是怎么能缓和 怎么能修复民众这些担忧的 我想健保的那个时候 大概有两个很重要的设计 一个是说法制上面 健保卡只能储存医疗相关的资料 而能够读取健保卡资料的 只有健保署以及健保署认证过的 公务的用途 也就是说除了公务机关的用途之外 任何人都不能够来读取 健保卡上面的资料 这个跟日本的My Number 有一点点像 但是My Number的范围 比健保卡又再稍微广一点点 它包含纾困啊什么 好像也都可以使用 那这次在纾困的时候 我们比较没有运用健保卡 但是在振兴的时候 确实经济部有去跟健保署申请 说读健保卡也可以做三倍券的发放 那这个就跟 用My Number来领救济金 是非常像的一件事情 对 那我的概念就是说 因为法制上面说 它不能够给 举例像您刚刚讲的 保险业者来使用 因为健保只有一家保险业者 就是健保署 就是被保险人 其实没有办法 依法去跟其他的保险公司分享的 那他如果这样做 其实是违法的 有法则 所以这个是在技术上 但是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设计 就是我每次在刷健保卡的时候 其实后面都有一个机构 不管是跟健保署申请使用的 那一个机构 或者是如果他是医事人员的话 他甚至还要出具他自己的一张医事人员卡 所以机构服务提供者跟这个公民 这三个加在一起 有了一个记录 所以以后如果他的个人资料被滥用等等的话 你总是可以找得到 当时是哪一个人要负责 哪一个人要负责 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的信心 可以提高的一个方式 我们不好意思 好像我刚才把那个两个项目放在一起 一个是健保署 一个是健保署 对 另外一个是收集那个刚才那个什么 电子威力 对 还有那个手机的那个 对 电子威力 对 这些那个就是那个或者电子威力 对 电子威力的那个挪用 是比如说 我们日本很多人担心 是不是那个行政部门会挪用 收集到 以那个防疫为由 收集到他们的各自 我理解你的意思 嗯 是 然后一些国家是 因为 政治那个行政部门挪用这些资料 这些信息 它是制定一个法律 来那个设定法则 你对这样的那个什么做事是怎么干的 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做事 当然 这两个主要的限制 嗯 那在电子威力的情况呢 也是相同的 也就是因为电子威力 本来就是各个电信商知道你所在的大略的位置 而简讯也是由这些电信商来发送 所以简单来讲 这些电信商并不是说 它好像委托一个别的什么业者 去执行电子威力的工作 而是指挥中心把电子威力所需要的参数 传递给这些电信业者之后 由这些电信业者自己去运行 所以资料并没有变成好像是在电信业者跟什么其他别的业者中间在那边交换 那而是它还是在电信业者里面只是 本来只是提醒你地震提醒你淹水的这样子一套系统 再加上的提醒你可能会触犯传染病房制法的这样子一个系统而已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说明的责任吧 而因为我们并没有宣布紧急状态 所以随时立法委员要求要开一个公听会 或者要求要直询会副部长的时候 那指挥中心就必须给出交代 那甚至有立法委员提出更好的做法的时候 那指挥官也有说过 因为委员教教我们嘛 等于意思就是可以跟委员一起来共同创造更好的系统等等 所以我觉得它是靠一个正常的国会的运作 而不是紧急事态情况 来确保说大家一直都保持着对这套系统的警觉 能够透过立法委员来得到具体的回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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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看来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 是那个因为我们看来那个台湾的防疫 也是那个日本的防疫 也是其他国家的防疫 也是 嗯 嗯 嗯 为了防疫 他们那个收集的信息 也跟那个疫情方面有密集关系 怎么说 嗯 比如说那个监管器嘛 还有手机呢 嗯 因为那个日本的警察也是 日本的警察也是 日本的警察部门也是 嗯 尤其是发生犯罪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做的是说 接那个监管器的那个遗憔 那我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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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民众来看 都是属于那个行政部员 嗯 都是属于政府的 那理解很有意思 嗯 就这个意思 嗯 然后我的问题是 是那个提高那个怎么说呢 呃 呃 不管防疫也是这样也是 这些我们那个时候的其实是想说的问题 要强化政府的那个权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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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两个方面的效果就会提高的 但是这个 这个 往往会充足那个民众的联权民众的成果 当然了 嗯 那台湾是怎么能平衡那个一点 嗯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并没有用这个机会 来去扩充 本来在宪法或者法律里面 没有定义的新的权利 嗯 相反的我们尽可能的是 是运用现有的资料搜集的方式 嗯 举例来说 像在当时有很多朋友觉得说 那应该用个什么电子手环那之类的 而不是用手机的讯号 因为他们觉得手机你可能 会放在同一个地方 嗯 或者你可能 呃就是 但是如果呃 指挥中心要求用电子手环的话 那他呃 所使用的就不是只是电信商的资料 而是更精确的 呃 包括你在哪个房间呢 呃或者在做什么啊等等 可能都呃 会被监控嘛 嗯 尤其是如果再加上像蓝牙功能的话 那你旁边有谁啊 嗯 他也会知道 嗯 对那即使是那个人没有带手机 只要有同样的这个蓝牙的手环 那他也可以去算出来你旁边有谁等等 那这个在有一些别的国家也有 呃使用这样子的技术 那为什么当时 那有些国家可能那个当地的 连续没有那么高的 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 所以当时我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可以用现有的 既有的资料搜集的方式 嗯 第一个我们解释起来比较容易 嗯 我们可以说这个就好像地震减讯 或洪水减讯 嗯 第二个呢 像口罩实名制 用健保卡师去药局嘛 这个跟他拿慢性连续处方签 是很像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学习起来 大家的认知成本也比较低 嗯 所以容易解释又容易学习的好处 就是如果中间真的出了什么状况的话 嗯 那我们比较容易负担起说明的责任 这个说明大家比较听得懂 嗯 那如果这是一个全新的系统 它的资安 它的隐私到底会造成什么效果 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的话 嗯 那就算我们愿意说明 这个说明责任也很难完全的背负起来 因为是全新的系统 嗯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只运用在疫情之前就已经设计 并且大家都很了解的系统 嗯 那这个是我们来平衡个人权益 跟为了防疫的需求的资料 运用中间的一个主要想法 嗯 那对您看来 台湾民族现在对那个政府的有些 采取的那个收集信息 对啊 我为了防疫收集的信息 他们都认不认可您觉得 我刚刚强调的就是 我们并没有因为防疫多收集多少讯息 而是它的应用的方面 因为资料的处理跟运用方面 有新的处理跟运用的方式嘛 那至于说 对于处理跟运用的方式 我想每一次就是指挥中心 以及指挥中心各个分组 在国会多公开说每一次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大家的信心有提高 所以大家戴口罩 并不是只是因为指挥官要大家戴 而是因为大家了解到戴口罩的作用 那同样的道理 电子围理 大家觉得电子围理还可以接受 不是因为指挥官说电子围理很棒 而是因为大家开始了解到电子围理的运作原理 所以我想确保每一个人都了解 后面的科学原理以及传染病学原理 这个我觉得才是最主要的原理 其实重要在于行政部门多一点给民众解释一下 他会选吗 他用什么样的那个 对嘛 而且民进有更好的想法 像吴展伟的时候 我们就说你行李来嘛 就是可以运用他的想法 因为我们可以请您就是稍微脱下口罩 我们会继续戴着口罩 那就是想拍摄照片的时候是平面吗 我们是不是最后专门来拍平面 好吧 我们先把访谈做完 好吧 知道了 因为我怕时间不够 因为按照目前问题的进度 对对对对 好 那我们下面我想请教一下 全世界澳洲还有美国还有日本 现在还在疫情蔓延 那如果您是负责那些国家的反应责任的话 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作息呢 不过在现在这个阶段 最主要还是确保说疫苗的接种能够顺利 那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好像在我们刚经历过SARS的时候 一样在疫苗充分接种 而病毒还没有赶快变成下一波的时候 中间会有一点点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面 就要像台湾2004年 大家对SARS记忆犹新的时候那样 去有系统的检讨 需要怎么样子的法律上面的 科学上面的 技术上面的 一些结构 让下一次SARS 3.0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不要破坏民主正规的运作 而可以在既有的法治体系里面 去再次处理SARS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检讨 它只能在大家还记得的时候来进行 如果你用过两三年 现在虽然这个很严重 如果你两三年什么事都没有 大家忘得很快的 那那个时候再来讨论 不一定来得及 嗯嗯嗯嗯 好了 你有没有到现在 香菇中文件完了 对 目前还不到 好的 目前没有 嗯 好了那下面我们想请教 那个 跟那个行政部美术维会有关 有关系 行政部 就刚才你也讲到 那个 日本政府也现在 那个正好有力做 那个 买 number 多一点民众用 那个 买 number 对吧 但是实际上 它 不能说 非常成功 现在 民众拿到那个 买 number 的比率是 百分之二十 买 number 就相当于 台湾的身份钱 所以 当然 如果跟健保卡比的话 我想拿健保卡的人 说不定比拿身份证的人 还多 对 因为拿健保卡包含 移工 就是来台湾工作的外国人 所以健保卡比起身份证 可能到百分之一百多 身份发卡量 对 是 那个主要 为什么那个拿健 不是健保卡 拿那个 日本的买 number 对 连的那个联系 没有很多 是因为 他 刚才我们那个 稍微讲到了 他对那个 什么 各租的 资源的 资源方面的 而且买 number 不能拿来看医生的 不能 对嘛 因为健保卡有一个 很本质的不一样 是 我想问的问题 是那个 买 number 比如说 有台湾的话 台湾的身份线 的数位化 这次疫情里面 我们倒没有 没有 没有 对 但是 比较讲的是 历史性的一些疑虑 就是我们在推动 这样子的 数位化情况之下 政府要怎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去进行 推动上面的努力 所以我刚刚讲的 健保卡的两个努力 是非常重要的 是 一个是有明确的法制基础 是 说什么时候可以写入健保卡 什么时候可以比取它 那非公物的应用 在健保卡的例子 是不允许的 但第二个 同样重要的 就是在技术上 你每次用健保卡的时候 他会留下一个记录 而这个记录 是那个机构 而且有的时候 还包含另外一个 医事人员 大家这个三卡或两卡 合一 那这个时候 如果之后发生问题 你知道他去找谁负责 那所以 这个一个法制上 一个技术上 都要去保 这样的话 健保卡的推动 才会比较顺利 那事实上也非常顺利 现在大家觉得 健保卡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 我的问题是 所以不是这个问题 我的问题是 在日本的话 现在政府推广 需要多一点民众 买单 那台湾也是 现在台湾的行政部门 希望更换 那个什么数码 数位化 已经是不必贸然推动 对 但是 因为那个 双方都不能那个推广 是为什么 是 其中有那个民众的反应 他们的 不少民众反应 不少民众的那个反对 是因为那个 他们都担心 那个资源方面的问题 那我想那个 为了推动 为了推广那些 双方推广那些 那个数位 有关系的 那些分证 类似于 身份证的那些东西 那 政府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才能推广 不过 不过这样子听起来 我的回答还是可以用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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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样的嘛 就是你参考健保卡的例子 就可以了解到说 第一个法制 如果比较完备 让大家比较知道说 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写入 怎么样情况下 其他人都不能写入 怎么情况下会被读取 怎么样的情况下 大家都不应该读取 那这个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 不只是法律的保障 而是变成一个norm 就是一个社会的常规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在技术上面去确保 说每次使用的时候 它所留下来的这个数位足迹 在台湾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APP 叫做健保快易通 那在上面有个功能 叫健康存折 你按了这个按钮之后 像好像有500万左右吧 人次下载了 一按就可以看到说 之前你的健保卡被谁使用了 怎么使用的 之前的中医西医牙医 怎么样诊断你的病情 甚至好像用健保卡的功能 现在甚至X光片可能CT吧 都可以透过你的手机 直接下载到你的手机上 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 那这个就有点像你在排队的时候 可以在手机上 用无展尾的那个地图 去看说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 它真的库存量有下降 这个时候它就有一种 好像我自己能够取得这个说明 责任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在我们这边叫做my data 那有这样子一种my data的概念之后 如果他的资料被不当的利用 或者是他的医师给了他一个 其实不对的诊断 然后跑去跟健保拿钱等等 他立刻都可以自己发现 那这个时候我想双方的互信 就会学长传高 所以一个是法治的 一个是技术的准备 我想都是关键的 嗯 我们也了解那个行政部门的序位化 和那个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卡 那个身份经验还有那个my number 也有很多好处 然后那个行政部门的序位化 也有那个把那个行政机关的那个 效率化很有旧的一个一个做事 嗯 那我的问题是 嗯 现在的话 日本政府也是推行那个行政部门的序位化 对 所以 大有计划已经决定了 下一个那个序位部 对 嗯 想问问您 您对那个序位政府 序位行政部门的理想是什么样的 嗯 我们这边叫做DIGI 智慧政府 啊 那分别是四个英文字嘛 Digitization 嗯 就是确保它的基盘 任何人都有宽屏网路可以使用 啊 Innovation 就是在上面创新的应用 可以有一个舞台去做小规模的实验 给大家看 Governance 就是这个小规模的实验 所需要的共同治理的基础 可以透过各方厉害关系员一起讨论 啊 不同的立场可以凝聚成共同的价值 以及最后的I is Inclusion 就是这个过程里面 要卷动本来比较没有决策权的人 比较没有数位科技的运用的能力的人 嗯 那是非常年轻小的人 呃 用的语言比较不是强势的语言的人 或者是住的地方比较偏远的人 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等等 嗯 这些都要透过啊 呃就是智慧国家的这个概念 去把它含融进来 嗯 那所以嗯 DIGI这四个 在我看起来是有一个线性 或一个阶梯的关系 嗯 从最基盘最基础的汉品人权 嗯 到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创新跟产业创新 到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把那个治理的规则定出来 然后以至于最后能够达到inclusion 嗯 就是任何人或甚至后代的子孙吧 在这边都可以啊 向彼此要求 并且得到这个说明责任里面的说明 那一个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健保卡的例子 对 已经说明了台湾的那个序位化 序位型这样 序位型 序位健康化是比日本早一点了 以健保卡而离 是的 是的 已经那个比日本早一点的序限 这是我的那个反响 那对那个台湾政府来说 现在最大的 更推进那个序位化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障碍 那很难说哪一个比较大 那一个是我们要确保说 大家在使用这些数位的应用的时候 它是prosocial 就是说它是把人跟人之间连结起来 这个不像IT它只是把机器跟机器连结起来 数位把人跟人的距离拉近确实是这样 但是拉近之后不一定就会变得比较互相支持 也有拉近之后反而彼此仇视或者是密此憎恨 或者是我们这边叫中征啊 就是去有一种复仇这样子的一种行动等等 总之是比较反社会的这种应用 那这个在任何民主国家尤其言论越自由的国家 就越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也有人在疫情的时候 专门把这个挑出来叫做infodemic 就是好像这个传染病一样的一种 让人感染上之后好像就不认为某些其他人是人了 的这种好像心灵的病毒吧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同样大的挑战是说 我们在网际网路上面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创新 可是有一些创新会让后面的创新比较难实现 那这个呢我会把它叫做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说是发展AI 但是其实是把权力过度的集中 那有些政体里面是过度集中到国家政府手上 或党的手上 那有些政体里面是过度集中在跨国的大的资本企业手上 那不管是哪一边 Surveillance Statism 或Surveillance Capitalism 那无论如何都是让个别的创新越来越难出现 因为你要先取得不管是党的还是公司的授权 你才能够去进入这个创新的地系 那但是我们主张的一项是assisted intelligence 就是这个创新是要让大家都越来越有自主的能力 像这个眼镜是帮我看得更清楚 不是说每一分钟就跳出十秒钟的广告的情况 那所以它的价值要跟我一致 而且要能够有说明责任 所以怎么样让assisted intelligence不要变成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跟infodemic很难说哪个比较大 怎么能解决那些两个课题 对 我觉得没有办法一个人来解决 它必须一样的全社会的才能够解决 以infodemic来讲 虽然大家都知道说如果荧幕比较小 而且你会一直滑手机很容易受到情绪的载质 那但是要有那样子的好像戴口罩情绪上那样子的纪律 其实是完全靠每一个人了解到自己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观众 每个人都是制作人了 从某个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媒体了 那既然是媒体就要有很好的媒体的素养 就是competence 包含说要了解你的消息来源 包含说某一件事情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 就是互相核实之后证实之后才能叫做newsworthy 才能叫做一种新闻有新闻价值 这些都是作为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概念 那但是现在因为每个人都是媒体了 所以每个人都还有这样的概念才可以 不然的话就会变成说新闻记者还在进行事实查核的时候 但是很多民间的自媒体就已经开始 就是把片面的东西加以散播等等 那所以包含情绪上面的动员也是 如果能够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去化解这种愤怒 而每个人都了解我们都可以这样做的话 那这个也一定程度有所帮助等等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媒体素养 每一个人都要了解自己是媒体 并且具有相应的素养 这部分就可以比较化解 这些媒体素养是需要一种方法来提高 就能防卫他们民众自身的我想 有点像学会洗手在口罩是一样的道理 那提高那个什么民众的 提高那个媒体人的责任感 也包括在内的应该是 提高那个媒体的力量 那个社会媒体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各个人都现在做到那个媒体的 那他们呢一种 因为你是一级提高的 Hacker有两种 一种是上语的 一种是二语的 那我们现在跟那个讨论的 那个媒体的素养 跟那个那些有技术 有那个科学技术的那个Hack Hack和Hack一样的 那最好是能了解 他们的那个数量上面的人 如果跨大了 就我们能实现好的社会 可以这样说 那我们怎么能提高他们的素养 我想第一部分就是确保说 在我们的国民教育里面 就算只是一年级的学生 也开始有我们叫做媒体素养 融入教学 就是因为如果老师有标准答案 大家都只背标准答案的话 无形之中 他是进入一个比较威权的一个系统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只要有一些讯息来源 让他感觉到这是权威的 那因为他的脑里好像有一个后门一样 他就会不假思索的去接受了 但是如果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老师就开始鼓励同学 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想法 而且互相分享 老师讲的也未必完全对 每个人都要自己做出判断等等 这个时候就比较像独立的媒体了 那大家就可以一起去看说 事实到底是怎么样 以及别人这样子写 是不是想要操纵你的感受呢 等等 这些就会开始浮现 那这个我们有一个媒体素养教育资源网 是从一年级一路到十二年级 都有在上面的教材教法 终身教育也有的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好的 谢谢 然后那个行政部门数位化 还有一个我们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 是那个刚才您也讲到 那个年龄高的人 年龄高的人 还有那个收入 还有年龄 有跟咱们联系 有一部分的人 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于那个收入化了 比如说那个我的父母年代 他是不好用那个智能手机 那他已经可以说 那个落后于那个社会的那个收入化 还有再加速那个行政部门的收入化 那他们会再落后 那我们怎么能避免他们的那个落后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们数位社会是要科技来配合人 不是要人来配合科技 所以我刚刚讲 assistive intelligence assistive就是辅助的意思 像我阿嬷今年已经88岁了 但是她用助听器她是会用的 因为那个助听器设计的很容易使用 那对她来讲带上助听器 她要恢复一些社会功能 跟我戴眼镜是类似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说这个助听器 对她来讲是assisted 而不是好像硬逼着她去改变她的生活习惯 authoritarian的这样的情况 那同样的情况也呈现在说 我们在拿健保卡去超商的时候 4月的时候 当时我阿嬷有推荐她的一个年轻朋友 就是77岁一位羊奶奶 那我们当时的设计是说 你拿着提款卡去超商 可以一面付钱 就是转52块钱到我们机关署的账户 一面拿那个收据就可以作为预定的凭据 那在之后的下个星期就到柜台去拿口罩 在我们看起来这是比较快速的一个做法 但是羊奶奶跟我阿嬷都告诉我说 这样子的话她们是不会去用的 因为第一个她们都是去优居填提款单 用手写而不是用提款卡 我阿嬷根本就没有用过提款机 第二个 虽然羊奶奶也用过提款机 但是她说上面都会说小心诈骗 那所以就算只转52块出去 她心里都很不安心 觉得输入了密码之后 说不定会转52万出去呢等等 所以她宁可回去要去排队 虽然要去比较远 所以她们的具体建议就是说 还是拿健保卡不要拿金融卡 在超商插卡之后去柜台 数52块的同伴出来付钱 也就是说模拟在药局的那种体验 去完成在超商的口罩的预定 那如果这样的话 她们就愿意去便利商店 因为毕竟比较近嘛 所以后来我们真的 口罩实名值3.0 就是运用我阿嬷跟羊奶奶讲的那个方法 而不是用提款机的那个方法 你乍看之下 这个方法好像比较麻烦 但是实际上她们比较安心 所以如果我们做数位服务设计的时候 都是把科技带到人比较安心的情况 这样子的距离就不会那么远 而且当店员交坏了羊奶奶之后 羊奶奶奶也可以再交她的年轻朋友 就六十几岁的 那六十几岁的 又可以再交她们的年轻朋友 就五十几岁的等等 现在那 比如说日本也是 其他国家也是 有一些国家年龄大一点的人 还没有使用好 那个秀媒化的 秀媒化的政府也是 秀媒化的一些积蓄也是 是因为 社会的努力不够或者 政府给他们那个帮助 你干如何 我觉得应该是设计的时候 如果更能够考量长辈的意见 就像我这样子 实际的去陪着他们体验 而且真的你行你来嘛 他们有一个新的想法 这个想法他们比较安心 我们就具体的采纳 只要有越来越多这种 我们叫轻盈共创 就是黑头发跟白头发的朋友 一起来创造这样子的体验 只要越多这个情况 我想就越不会有什么努力 一个不够的问题 因为一开始就是 以让大家安心为目的 来设计数位服务 台湾政府有几十年 我觉得我们正好今天 在我们的那个基本上 也介绍了那个 王宣鲁的一个事情 是 是 总组代表那个 我的印象是 台湾政府是非常接受 那个民间意见 是 来给政府反规 没错 那 那 您觉得 这一点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然后 怎么说呢 很多国家也有那个 类似的平台 就像完全流用的那个平台 对对对 但是 也不能说那个完全成功 活药的程度 我想我们应该是最活药的 至少之一 对 我觉得 这里面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 台湾毕竟民主化没有那么久 我们1996年才第一次总统直选 而96年的时候 已经有全球资讯网 所以我们对民主的想象 从一开始就不是用紫本时代的想象 而是用网路时代的想象 这个在 好比像说 爱上你啊 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他们有宪法的时候 也已经是有网纪网路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的概念在这边 就是本来民主就是 不是两个主要党派中间的对决 而是许许多多价值中间的对话 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 那第二个 就是除了我们是新兴民主政庭之外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台湾有很强的所谓社会部门 像王宣如 为什么他能够获得五千多个人的联署 就是因为有个叫不素之客 塑胶的素 这样子的一个社群 那这个社群 又是累积在台湾长年的 环境保护运动上 很多环境保护运动的投入的人 他根本是总统直选以前就投入了 所以可以说是 他的正当性 可能比行政院的正当性还要高 或者比总统这个职位的正当性 因为总统直选也不过到现在只有几十年 但是说不定他们努力的时间 比这个还要久 在戒严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努力做环境保护了 所以因为社会部门的正当性 不亚于公部门 在某些议题上甚至高过公部门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说 你行你来的时候 觉得自己行的人还真的蛮多的 而他们也真的很行 我们也了解民间有很多聚会 也有很多学历 就那个你刚才 你也正在说的 是 然后那个正文说 有每一个的 对了民间有很多好的意见 好的主义 但是一千个主义里边 我们很久就只有一两个 但是其实他就民间自己去做了 也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民间主义到最后 都是光下主管来做了 有的时候 我们只是搭建一个平台 让其他人也看到这个主义 很多民间自己就去做了 就是我的问题是 有很多民间的主义 民间的建议 其中猜选好一个 就刚才的王宣徒的那个例子的时候 就猜选一个 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事情 可是如果他不是很有说服力的主义 就不会有五千个人联署吧 所以虽然Joying平台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联署案 但是能够达到五千人的 只是里面的少数 但是没有达到五千人的话 我们按照我们的作业要点 我们不需要回应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回应的至少都是社会所瞩目的 那就是透过我们叫做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群众智慧的这个方式 等于让所有参加的人来告诉我们 什么比较重要 什么比较不重要 跟那个王宣徒的那个 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例子 也在里面发生了 然后采取那个新的意见 新的那个建议的时候 王宣徒都那个 也过去那个 此外的巨大群人 那些人 那这一点是怎么能解决的 我想最主要还是要有 对彼此的立场有同力的心情 像王宣如他也看到透过我们的协作会议 就大家面对面一起开的会议 也看到说很多投入免洗餐具的工作者 在当年可能他出生前他们就投入了 那当时投入的时候也是因为A型肝炎流行 所以有点像今天做口罩的一样 口罩也是一种塑胶制品 所以当时是因为公共卫生的缘故 所以他们投入免洗餐具 当然现在大部分的肝炎都很容易治好了 其实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其实很多民洗餐具的业者 也在想怎么转型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力量就可以做成 我们用一个叫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的这个概念 说像我今天穿的衣服 这个也是用回收的宝特瓶 跟喝过咖啡的咖啡渣 做成的叫做咖啡沙的这样一种材质 越来越多的业者发现 这样子做循环的回收 不是每一次卖的东西价格都比较打折 而是每次价格都往上 因为大家会认同这个而去购买 像这件衣服的料子的价格 当然是比宝特瓶或者咖啡渣的价格要来的高 所以这就叫upcycling 那有的这种upcycling就是往上正向的回馈的时候 那大家就会在经济部门愿意投入 进入这样子的工作里面 所以王宣如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他带动大家重新想一次性餐具 尤其是吸管这件事情 不管是用芦苇做的吸管 玻璃啊 不锈钢多次使用 重新设计杯子到不需要用吸管 等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都跑出来了 这个时候所谓的既得利益者 其实他说不定也正在想要转型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有共同的价值 就是对地球跟社会都更好 而不是好像看起来得空喊话好像是对决一样 他的例子来说 他的例子的时候 他是通过那个协议 通过会议 对了 非常多时候他们都觉得意见 然后最后是行政部份决定的 这是环保署决定的 但是后来我们都不知道 他所谓的那个介绍群艺者 就是说那个业者 那个介绍业者 他们是将来很有可能会淘汰的吗 不是不是 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免许参讯 制作的材料 去用可以生物降解的方法 或者是说能够多次使用的方法 这个若到我们社会创新平台 然后按循环减缩的话 就可以看到很多在投入这方面的业者 他有一个叫做读砖体的一个按钮 按读砖体再按循环减缩就会看到 嗯 好 知道了 那下面 嗯 我们想要那个 钥医剂读 是 嗯 嗯 嗯 因为你日记也红该 嗯 你在那里做的认为的时候 你这个信别 是不是 嗯 嗯 嗯 结五 对 五啊 跟政党一样 哈哈哈哈 然后台湾学校就日柔那个同性婚姻 那 同性婚姻那个 法律化的一个国家 同性结婚法之后 嗯 我们结婚不结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 然后那个立法院也有才准那个 那个 那个 妇女保证明了 现在百分之四十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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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 台湾的性别上也是 社会上也是 都以后是比较先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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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请教我们的通缘化的那个 好就跟什么 我怎么推广 对 我觉得最主要的好处就是 一个人的生理 不会决定他的命运 也就是说 一个人最后 適合对社会怎么样的贡献 往往是要很多探索才能够 因为他的生理就已经排除了一半的可能性 因为他的性别就是有一些角色他没有办法去扮演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变成他的生命过程里面 一直欠缺另外一部分的这个个人体验 那这个时候 所做出来的解决方案也不一定能够解决大部分人的情况 因为他没有另外其他一些人的 我们刚刚讲到同理的这样子一种能力 所以我觉得多元的一个好处就是 但是我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会比较inclusive 就是比较能够含荣各种各样实际的人的状态 因为我们第一个每个人的个人经验 可能都不太受我们的生理的限制 你今天想要去做时尚设计 或者是说你今天想要来写程式 都不会因为你的性别而说 你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这个等等 那这个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去分享 他们在设计design上面的各种想法 而这样子的话 我们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更能够切合大众的 我们要说实际需要也很奇怪 就是实际体验 就是就能够切合大家的日常体验 那我觉得这个是多元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 那怎么能够切合多元化 怎么能加速多元化 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 就是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多元化那么一点点 好比像说我们的陈时中指挥官跟很多他的在记者会上面的同事 都戴上粉红色口罩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性别主流化的一次很好的展现 因为他们展现出小男生不想戴粉红色 因为有刻板的印象 但是他不但自己戴 而且还说粉红爆是他的小时候最喜欢的英雄什么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对这个小男生就是一次很重要的教育之外 对于整个社会都是一次很重要的学习 就是我们会看到当时很多的品牌都把自己染上了粉红色 所以一瞬间粉红色变成很酷的一个颜色 它摆脱了本来的刻板印象 这种小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大家就越来越不会受到特定的刻板印象的限制 那就也可以加速您刚刚讲的多元化的进行 我们日本现在政府也有力做多元化 然后政府也做一个宽容的一个社会 然后看那个小学或者学校的那个教育 有很多那个小孩子 现在因为受到欺负 因为那个不是因为学校 他不能去学校 想去也不能去 那政府也是那个小学后 也经验过那个 我有修学过半年吗 半年级的时候 那我想问你 对这些不能上学的小孩子 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就算不能上学还是不要停止学习 现在因为有网级网路 而且也有很多像图书馆 或者是一些一起做研究的 其实公民科技社群也是一种互相学习的一种例子 所以无论如何就是我们叫停课不停学 就是不去上课但是不要停止学习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嗯 我看那个正文小学后有那个你的妈妈 对了 好的妈妈 正文也把它做那个一个优美的引入了 对了 嗯 我刚才说明的那些小孩子 不能上学的那个小孩子 他们的那个家长是很担心 有的家长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是 那正文是那个当时小时候 受那个妈妈的那些待遇 觉得怎么样 那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对于那个父母吧 有这样小孩的父母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是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 要让小孩觉得安全 也就是不要否定他的感觉 如果他感觉他需要休息一下 那就让他休息一下 如果他觉得他有一阵子 对学问没有兴趣了 对可能不知道耶 玩游戏啊 比较兴趣 那就让他玩一阵子的游戏 因为最重要的还是 如果一个人对某件事情没有好奇心 他反正也不太可能学的会 就算学会了也很难记得长久 所以倒不如说把这一段 比较放空的时间 您刚刚说停课就是不在学校的时间 看作是一个探索新的方向的一个机会吧 这样子想也许就不会那么担心了 你小时候后来去那个德国 也在那个 在德国的时候感觉到了 想回国 回国以后 改革那个教育制度 对 就是让大家不会彼此竞争 而是彼此合作 那看看那个目前台湾的教育 还有那个目前的那个教育制度 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是最理想的 我自己有参与十二年国教科发会 所以我们的最理想的情况叫做 事性良才 就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天性 他的性格 然后发扬每一个人的才能 这样子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情况 那为了达到这个情况 像刚刚讲到的素养就很重要 那在适合理国教科刚里面素养分成三个大的 就是自发 刚刚讲到的好奇心探索等等 互动 就是刚刚讲到作为一个媒体 能够跟不同领域 不同场域 不同世代的人沟通 以及共好 就是不要把对方当作工具 而是把对方当成有共同价值 或可能有共同价值 虽然立场可能不同的朋友 那自发互动共好 这三种基本素养加在一起 如果能够培养好 不分在教室里面或教室外面 其实都可以变成 所谓世心阳才的情况 那这跟以前台湾的教育理念很不一样 以前台湾国教归国教 高教归高教 供终身教育归 供终身教育 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那现在不管你在什么年龄层 都是世心阳才这样子的理想 好的 谢谢您 好 谢谢 我们要拍平面照 对不对 对 对 昨天的照片 也许是这样的 这样的照片 这样的照片 那现在这个 这个照片 好的 那我这边就可以听 对